石大哥想找个温柔 善解人意 有素质的女人 红娘想到了家住长春的关畅 关大姐 来来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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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畅 55岁 丧偶 家住长春 住房面积 70平米 关大姐告诉红娘 她1990年就开始下海经商 同商几十年 现在也没有停过脚步 和红娘见面的地方 就是她现在做的一个关注健康管理的工作室 这是我们做健康产业的 然后咨询的一个地方 这边是个会议室啊 对 这是我办公室 几年工作没来啊 今天周日都放假了 下边是工作人员 大概是五六个吧 算一下都是外勤 最业有的比较多 你现在都负责管控吗 走哪方面呢 负责有的时候我是跟公司对接嘛 有的这个事物包括一些咨询的 健康问题的 包括文养师等等一些给解答 大姐说啊 她的工作室是半年前刚刚成立的 她说成立这个工作室并不是为了赚钱 她觉得做事是延长一个女性生命最好的过程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不是说马上赚钱 我不是赚钱的年龄了 我在这个闲暇的时候结交很多的好朋友 然后我们在一起共同探讨我们热衷的话题 创业的时候已经过去 现在就消遣有事做 我认为做事是延长一个女性生命最好的一个过程 一般到了关大姐这个年纪 很多大姐都会选择出去旅旅游玩一玩 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 那她为什么在这个年纪还选择出来 继续从事她喜欢的事业呢 大家说呀 这和她年轻时的创业经历有关 而且为了创业 她做过很多尝试 我最早是人民教师 你是老师啊 我是教舞蹈的 教舞蹈的呀 乖哥生态这么好呢 孙高老师啊 对 我90年我就是离职了 那时候就要下海 开始办学 干了接近五六年吧 然后就又转行 转行就开始做传媒 我就觉得好像是早八晚五的 没什么意义 我这个性格是活着什么 活自我的 为了活出自我 关大姐放弃了之前稳定的舞蹈教师的工作 开始下海经商 最开始自己办了舞蹈班 后来呀 又做了传媒公司 这些都是她喜欢的工作 但是那时候传媒艺术行业并不是很景气 做了几年的尝试之后 她觉得想要创业 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了 我就认为什么随着世代的发展 不能按照自己的爱好去选择职业了 那我还做了17年的建筑行业 这次大跨度的行业转变 虽然在收入上给大姐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 但是大姐说呀 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她付出了不为人知的辛苦和汗水 与此同时 还有一个人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着她 所以所以说这个跨度比较大 有一点不适应 还好那个时候的话是无爱人 我们两个同事做 一直我们在一起奋斗吧 大姐告诉红娘 她的丈夫不仅在事业上给予了她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同时也是她的精神支柱 两个人感情非常好 她的丈夫是个特别浪漫的人 结婚有孩子最后 我第一次没在家里住 早晨 这个醒来的时候 电话就过来 我嫂子接 她说 哎呀 你那谁呀 妹呀 你快快接电话 你家王来电话了 我一接电话 我说喂 就没事 没什么都听了 对面就是传来邓军的歌声 三年 她说 我想到了第一次你离开我 在外边过夜 第一次就第二次 但是我不希望永远地离开我 到外边去住 所以就那时候很感动 所以用嫂的话 你们这个爱情 我只是看电视剧看过 真的是这样 她们的爱情故事就像是小说里的情节 羡煞旁人 两个人就这样恩爱地相伴了32年的时间 在2017年 她的丈夫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丈夫的突然离世 一时间让关大姐难以接受 她一直都没有再找另一半的念头 但是为了不让儿子担心 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原来定性是 这辈子不再找任何男人了 男人 由于孩子对我的一个理解 经常劝 妈 你必须得有伴 我就是本着孩子的心愿 让他少分一点心 如果再选择这条路的话 我就是寻个伴 最重要的一点 还是非常在意我的人 我是这个想法 其他的什么物质条件 这些东西在我的眼里不值钱 没有用的